网上经常看到一种说法 每天洗澡会使人阳气不足 体虚多病 以前我并不相信 但最近发现掉头发日益严重 而且皮肤也变得粗糙紧绷 经常长痘痘 想起最近并没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 只不过洗澡比较勤快而已 因此也不由得怀疑是每天洗澡 冲走了阳气所致 但转念一想 有没有可能是洗澡水有问题呢 为了寻找答案 我决定把家里这台老旧的 电热水器拆解研究 虽然它日常操作比较繁琐 但贵在拆解方便 只需长按自爆键 零件就会硬生脱落 最后只剩下内胆 这就是单胆圆筒电热水器的核心部件 利用加热管烧水 感温器控温 冷水从底部进入 热水则从顶部流出 边用边上水 热水就不断被顶出来 同时内胆里还插入每磅 让它不断腐蚀失去垫子 使内胆和发热管得到电子 通过还原反应来防止生锈 这看似合理 但潜藏了三宗罪 第一是反复加热 亦产生水垢 沉寂在底部死水区 就会滋生细菌 导致皮肤冒痘起搓疮 第二是每磅腐蚀过快 向水中大量释放金属离子 使水质变硬 造成头发毛囊堵塞 掉发脱发 第三是长期不清洗的电热水器 导致水质偏碱性 破坏了身体的弱酸性皮脂膜 使全身干氧紧绷 看来我出现的症状 并不是洗澡冲走了阳气 而是电热水器 这三宗罪导致的 为此我们就自行打造 新型电热水器 首先把单胆 换成总容积相同的 上下连通双胆 让两个发热管交替烧水 以维持总功率不变 由于双胆构型 减少了冷水顶热水的扰动摘混 就能放出更多热水 同时在寄水口安装除氯 足够滤芯 可清除水中余氯 并释放MSAP足够寄 通过抑制水垢来消除细菌的温床 并给内胆插入腐蚀缓慢的 免替换吸涂美磅 由于所释放的金属离子更少 确保了水的硬度和PH值达标 从而消除脱发和敏感肌肤的隐患 最后给内胆覆盖高强度发廊涂层 以进一步增强其抗腐蚀性 众所周知 我们的新型电热水器 刚问世就成为爆款 以至于我纠结到底是买旁八笛还是弯流 可好景不长 大量用户反应 使用一阵子皮肤还是会过敏冒斗 为了查明原因 我又忍痛按下自爆键 发现内胆底部果然出现些许水垢 经专家品尝 其中带有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香气 看来水垢难以彻底杜绝 沉淀在底部死水区里 长期不清洗就会滋生细菌 因此市面上所谓的免洗电热水器 其实只是减缓了水垢沉积和水质恶化的速度而已 不清洗就无法避免健康隐患 所以免清洗只是个噱头 但这内胆该怎么清洗呢 此时有经验的网友看着我十分捉急 便亲自上手演示 只见他找来帮手 熟练的拧出每棒将内胆排空 然后打开上水阀一顿冲洗 随着水垢不断排出 该网友也在众人的赞叹声中迷失了自我 既然如此 我们就安装计时器 每次累计工作超过90天 便发出警报 但只要搬动排水阀的开关 即可轻松排空 然后打开上水阀 利用水流冲击底面的压力进行强劲冲刷 干净彻底的排出残渣 只有这种智能监控预警 加强力冲洗排净的活水功能 才能简便又靠谱的长期保持水质优良 至此洗澡神器终于打造成功 这次我们给他换上一个符合双胆构型的美观外壳 发现不仅刮在墙上不占地方 还同时具有宽度仅695毫米的支短体型 看起来十分顺眼 这就是美的活水UQ6 它不仅具有一井二排三冲洗的活水功能 还采用了坚固耐腐蚀的发廊无缝内胆 并独有出水量大于每分钟0.7升 自动断电的安全保护 有了这台热水更多 使用更安全水质更健康的美的活水UQ6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洋气被冲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